台北關係在疫情的狀況之下提升了不少 可以說從斷交之後最融洽的一次 不過距離剩下沒有幾天的WHA 美國卻迟迟不願替台灣來提案 外交部長吳釗燮在備選的時候面有難色的說 美方覺得今年不適合來處理 而這樣的情況也讓美國在台協會的臉書 被網友給洗版 如果這是一個很關鍵的提案 那美國這麼支持 美國為什麼不自己提案 為什麼都是我們的友邦來提案 如果說美國或者是說其他理念相近的國家 他們認為說今年還不適合來處理的話 那我們強硬的去推 說不定會有反效果 距離WHA會議剩下沒幾天 但美國至今仍然不願為台灣參與提案 你這樣講的意思是說 美國的想法是認為今年它不適合它來提案 所以還是由我們友邦來提案是不是 到目前為止情況是這樣 美國到底挺不挺吳釗燮的語氣當中 意思很明顯 畢竟在這波疫情當中 他們關心大躍進才讓不少人滿懷期待 除了這陣子 美國不少官員以及媒體公開讚賞 台灣的防疫表現 川普更是在三月初時正式簽署台北法案 支持台灣加入國際組織 但沒想到在WHA的提案上 美國這時縮起來了 在這個醫療上面的一些會議裡頭 不應該去分國際 在質詢的時候也有請這個部長 應該我們現在要開始努力的方向 就是包括我們的非邦交國也要幫我們來正式提案 國際現實冷暖自知 在全球疫情延燒之際 台灣也捐了好幾百萬片的口罩給美國 這每一片可都是你我的心意 也難怪現在不少網友氣到 跑到AIT的臉書洗版批評 美方不支持 這是不是等於我們今天要跟WHA說再見了 這個觀察員身分出席 WHA的方式有兩個 第一個是大會通過決議 第二個就是幹事長的制邀 按照外交部這說法 目前只有13個邦交國力挺的我們 要成為WHA的觀察員 真的難上加難 美國用嘴巴挺台灣 夢醒十分之後卻是一場空 導致捐言叫做王偉誠 羅翁哲 在台北報導 對王偶 от彪